早上好啊 我开心的懒猪猪们 正躺在床上看我的视频 回奶奶家的第二天 此时 池桃面书要给我做麻辣烤米的酥食 已经钓了四个小时的鱼了 不出意外 应该毫无收获 哎哎哎 起来了起来了 哇 这么肥的鱼啊 这男人 还是有点用 今天你有可福了 婆婆有没有转头 有宝贝 我这千万粉丝有多少是在农村的宝贝 会把你拍得快的老家发在庭诺林 吃着香烟美食 背靠着田园 在舒服的秋天 有家人还有爱人 这种简单美好的日子 是多少人羡慕的 咱们 三位回去吃 对了 松石奶奶是我见过吃辣最厉害的老人 因为之前给她总过一包火鸡面 她都说是甜的 这把女人 不能说辣 你们身边有那种不能吃辣的四川人们 快把她的名字打出来 我要点名批评一下 我们要看看这烤鱼 鲜的嘞 而且这个味道也是给的真辣 那是 傻了三层辣椒味了 这烤鱼和我当时去大理拍婚纱照 那个天山有缘 味道一模一样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不愧是自己家的鱼 真的好肥美 来 先听明天见的声音 再缩个烤辣椒 这好想下碗米饭啊 我只没得做 被人爱的感觉太好了 自从我离开家 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 每次回到老家 就会觉得老家的节奏很慢 每个人都很美好 很温馨 就算是被爸妈骂也是一种享受 有没有同感的 收 吃饭 请问快说说我们明天吃什么 要不让我爸出生多个礼物啊 可以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